我們現在要跟大家來 揭曉我們平常訓練的內容 衣冠就是我們的跑步 Let's go 跑起來 跑起來喔 跑起來也要唱起來 採訪這天下著大雨 但原定的訓練行程沒有因為天氣取消 調皮的Ozone也讓記者加入 我們每個禮拜要跑我兩個地方 然後每一次都要跑是小小公路 各位加油 我幫你拿 我只能說難怪我是記者你是偶像 展開艱辛體能訓練 三個月要跑五百公里 就是為了宮頂計畫 偶像男團Ozone出道一年多 發了張迷你專輯還有多首單曲 成為代言商業青寵兒 既被留後又要挑戰台北小迪在外面演唱會 最最最不一樣的是我們對於舞台的成熟度 以及自信跟魅力展現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再加上我們也在小巨蛋表演了四五次了 我覺得我們一定是可以在那個場上 一定是完全可以Hold住小巨蛋的氣息 要Hold住就要端出最吸睛的 更何況他們早已宣示表演長達近三小時 要跳五十首歌任務一百五十六分鐘 中間還分為特技組跟樂團組 我們在練習的過程中 就難免會有很多受傷 就可以一些破皮了 就累到的 累到受傷 對 然後其他的就是我們其實前幾天練習 都有敲到頭 造成什麼影響嗎 應該是沒有到腦震盪 因為我們三個人就是算是第一次接觸 然後我們在練習的過程 你就看到可能子祥 然後我在旁邊 然後就甩到我這樣 是真的 你知道一個不專心 你就很容易被打擾 對 就是要全神灌付 怎麼會邊喊痛還笑成這樣 似乎也呼應了另一組樂團組的表演 傻人的歌詞 我們六個人其實都一直很怕 如果我們一直在原地踏步的話 會不會很容易就很容易就不見了 就是我們會被淘汰 也很怕讓我們大家覺得好像我們 或還是跟剛出道的時候一樣 很有進步 六位大男孩都是來自選秀節目原子少年 收官後被唱片公司看中成團出道 甚至馬上就有一檔團體綜藝 但這條路不好走 尤其參加選秀前還是練習生時看不見眼前的路 以為心中的願望永遠不會實現 到最後好像我們那個結果是遙遙無奇 然後看不到未來 對 不知道自己一直努力的結果是什麼 然後也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繼續努力的 可是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幾個都有想要放棄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心裡覺得很徬徨 然後我就有跟文婷分享說 文婷我真的覺得 真的太苦了 我不想做了我想要回家 當公園 然後文婷那個時候就有跟我講說 再堅持一下不要放棄 我有想說 我就是我們看著彼此成長 我覺得我們堅持那麼久 然後不要隨便 不要隨便放棄這樣 我覺得只要再撐一下 一定還會有機會出現 其實我內心也很脆弱 想到過往的辛苦差一點扛不住 準備躲出眼眶的淚水 一步步闖關 但要打怪犧牲可不少 像我們在學生 我們時期也沒有辦法跟同學好好的相處 然後家人也犧牲了很多相處的機會 跟吃飯的時間 但是只要回頭想想 其實現在我們雖然在工作 但是各位工作人員們 其實也是犧牲他們自己的工作時間 然後也犧牲他們家裡的時間 現在發現是 無論在外面的時候你在工作 在回家的時候 雖然是一個自己的空間 但你還是在工作 就是沒有一個屬於自己 真的好好調整自己身體 心態的一個時間點 大家的睡眠時間都還OK 大家看我們的眼睛應該蠻紅的 其實也不是 也不是說 對就是不OK 對 就不OK 我們也是在這個 閒暇之宇就開始睡覺 我好像只想下一個偷蜜 我沒有 他為什麼今天要瀏海 因為他這樣稍微蓋著他的瀏 即便療心酸 也能保持輕鬆態度上看一切 OZONE滿滿正能量 替演藝生涯在新的里程碑 冰吃一罐裡面 努力過後才是真的